那马上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下一个竞赛单元 四马闯关 四马闯关由进入本竞赛单元的四名选手分别答题闯关 每人闯关五题 答对加分并可继续闯关 答错扣分并终止闯关 积分方法为全体选手答题错误的总分是闯关者加分值 全体选手答题正确的总分是闯关者扣分值 随着闯关题难度的递增将分别乘以一到五倍 每位选手在闯关过程中遇到不确定答案时 将有一次求助权 在使用本次求助权后可在任何一关放弃闯关 本竞赛单元最终得分最高的两名选手将晋级下一竞赛单元 中国呢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做四君子 梅 蓝 竹 菊 对吧 其实呢用这个职务呢它代表的是高贵的品质 我们今天的四位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相信每一关你们都非常的重视 所以大家要振作精神 一关关的过 现在从目前积分最高的一位457分 黄飞飞这边开始 第一关闯不闯 闯 好 请看第一关题 图中所示的饮品为青柯酒 用一种名为青柯的粮食 酿制而成 这种酒的主要产地是 请答题 A 正确答案是 A 那我们看一下场上其他的选手答题的情况 答错 11 加11分 现在黄飞飞的分数468分 第二关闯吗 闯 请看第二关 在中国古代 未婚女子所居住的房间 有专门的名字 她是 请答题 C 不议防 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是 C 好 我们看一下场上其他朋友答题的情况 五位答错 陈二 加10分 第三关闯不闯 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关题 西安历史悠久 名胜古迹众多 如果你想欣赏十颗艺术 你最应该去以下哪个景点 A 大雁塔 B 华 青 池 C 贝林 D 钟楼 请答题 这个答案我不是很确定的 所以我还是想求助 求助 请看一下 这是目前为止分数排到前十位的 当然场上也有其他的朋友举手 你的决定是 杨娜 我好几次去过西安 这个答案是贝林 你的答案是C 我对她有信心 C 正确答案是 C 谢谢 谢谢杨娜 我们也恭喜你能够获得向我们老师求助的机会好不好 掌声再给杨娜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场上其他选手的答题情况 三十一位答错 加许有十三分 我们总共有五关 现在你已经闯过了三关 还有两关未闯 所以你现在要做什么样的决定 创还是不创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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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创 好 我们尊重你的决定 天乐 现在来到你了 第一关 创不创 创 创 好 请看你的第一关题 在中国 新生儿满百日或周岁 举行仪式时 长辈通常送给孩子一种事物 寓意健康平安 这种事物是 请答题 答案应该是D 场面所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D 好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其他选手答题情况 答错二十六 加二十六分 第二关 爽不爽 爽不爽 我还是爽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图中所适是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的服饰 种类繁多 分为湘西形 潜东形等 杜甫 曾盛赞他 武西衣裳共云天 请问 这是哪一少数民族的服饰 请答题 现在要求助 要求助 好 排名前十位的你也可以考虑 场上举手的你也可以考虑 江波 好 江波你给他的建议是 我建议你选C 所以你的决定是 我反正相信他了 C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C 好 那么江波呢 也获得了您到四马闯关这个环节啊 可以向我们导师求助的机会 恭喜啊 江波 谢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答题情况 29位 答错 陈二 58分 现在天乐乐是435分 处在第二位 所以你的决定是 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关题 天仙佩是黄梅戏传统经典剧目 取材于一个民间爱情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两个人物之间 A 牛郎和织女 B 董勇和七仙女 C 柳梦梅和杜丽娘 D 许仙和白娘子 请 答题 第一吧 请看正确答案是 好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给老啊 来 我们看一下 其他选手答题的情况 答对人数43 扣分129分 我们接下来黑豹 第一关闯不闯 应该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黑豹的第一题 黄鹤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 登上黄鹤楼 可以俯瞰中国最长的河流 这条河是 请答题 C 长枪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C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其他朋友 答题情况 只有四位答错 加四分 第二关闯不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题 中国的乙族 白族 纳西族等少数民族 会欢度一种节日 这一节日被称为东方的黄欢节 这一节日是A B C D 请答题 我的答案是B B 火把节 火把节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B 火把节 现在我们看一下场上其他群的答题情况 只有四位答错 得八分 第三关闯不闯 闯 好 请看题 这是一种名贵的药材 主要生长在中国的长白山上 被称为白草之王 也是东北三宝之一 这是A 石湖 B 人生 C 鹿绒 D 灵芝 请答题 B B 我们看正确答案是 B 好 我们看一下场上其他选手答题情况 答错二十四 得分 七十二分 现在你的分数是四百一十八分 处在第二位 床 好 请看题 图中 所示是中国古代女子出嫁时的装束 她本是宫廷命妇的着装 平民女子 只有出嫁时才能穿戴 这套服饰的名字是 A 顶带花铃 B 西装革履 C 凤冠霞配 D 盲袍玉带 求助吧 求助 好 来 供你参考前十位的选手 你选谁 王力宏 王力宏 你建议的答案是 我建议的答案是C 好 我相信他 好 请看正确答案 C 那么接下来黑豹能得多少分呢 取决于场上其他选手打击情况 16位答错 乘4 64分 好 现在黑豹是482分 接下来是你的第五轮 最后一轮 来 你先不要做决定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现场 黑豹 我们还是需要在这一关里面稳一点 而且刚才你的反应不是特别的稳定 刚才那一题答得有一点点犹豫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保守 黑豹 决定由你自己做 我应该进老师的话 好 我们尊重黑豹的决定 现在丹妮 你的答题情况不单单决定你的命运 也决定了他们俩的命运 王菲菲571分 黑豹是482分 你的分数是333分 肯定要爽这一关 肯定 肯定 好 我们来看你的第一题 少林寺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差 因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 请问 少林寺位于中国的哪一省份 请答题 好像是河南 所以你的答案是 C C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请 好 我们看一下场上其他选手 答题情况 28位答错 加28分 现在《非豹》的分数要高过你 121分 其实比我高1分也要创 所以第二关题 请看题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 为了纪念孔子 在其故居修建了 祭祀孔子的祠庙 请问 这一孔庙位于现今中国的哪里 A 邹城 B 屈腹 C 闻水 D 落河 这个地方我去过 请答题 我的答案是 B 屈腹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B 屈腹 现在我们看一下厂商其他朋友答题的情况 答错17 得分34分 现在你是395分 闯不闯 闯 好 第三关题 唐卡是民间艺术中 弥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浓郁的宗教色彩 请问 唐卡是哪个民族的绘画艺术形式 A 藏族 B 乙族 C 壮族 D 鬼族 请答题 是藏族吧 藏族吧 A 好 请看正确答案 A 藏族 好 我们看一下厂商其他选手答题情况 31位答错加93分 现在你的分数已经超过黑豹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 你不用闯第四关 你就稳坐前二 你还没有使用过求助 那既然还有求助我就闯 好 请看第四关题 这是古代图鲁番 各族劳动群众 利用地面坡度 引流地下水的一种水利工程 这一水利工程是 A 寒沟 B 建湖 C 凯尔景 D 福山雁 请答题 我就选C C 请看正确答案 C 好 我们看一下场上的答题情况 19位打错 那么你的得分是76分 第五关 闯不闯 来 我们看第二现场 丹尼继续闯啊 好 你有机会 你也有实力 加油 所以你现在要做什么样的决定 闯还是不闯 闯 闯 乃以踩绳 悬木立架 侍女炫浮 坐立其上 推影之 这种运动的名称是 A 斗空竹 B 拔河 C 荡秋千 D 跳绳 这个第五题 肯定不会很简单 你有求助的机会 你现在告诉我 好吧 你要求助吗 这是第一个 就是那个女孩 在第二排 她是第一个举手的 她软弑红是吧 对 你给她的建议是 我的建议是C 好 丹尼 我相信C C 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是 C 丹尼是第一位 闯过第五关的 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场上 其他选手的答题情况 25位答错 陈武 得分125分 我其实在他们的答题当中啊 我真是越来越深的这个一个感受 就是行万里路 圣读万卷书 因为其中有几个提示 悲临的和这个丹尼说去过屈府的 其实这里边有很多是跟这个地理有关系的 包括清科酒 对 如果你到过青海到过西藏 它一定是有这个酒 总之 我跟蒙老师今天是第一次来 我完全被我们这108位好汉深深折服 你们太厉害了 四马闯关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排名情况 贝丹尼689分 排名第一 排在第二的是黄飞飞571分 排名第三的是黑豹482分 排名第四的是代天乐306分